方大同音乐圈没朋友 周转雄绝望写黄昏 上周六 浙江卫视2018开年大型音乐 开评推理节目破莱雅一口同声 首期播出便引发热议 睫毛弯弯 童话挡满在回忆的金曲 勾起观众深刻些美好的记忆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王心灵和光良都是童年时的偶像 歌曲的旋律一响起 满满的画面感就立刻浮现在眼前了 本周六20点30分 破莱雅一口同声将迎来第二期创作歌手庄场 创作才子方大同现场交唱爱爱爱 却与主持人陈欢吐槽在音乐圈没朋友 周转雄自爆写黄昏史的心路历程 原唱歌手 原唱歌手方大同 周转雄强是集结 携各自的磨唱歌手为观众送上美妙绝伦的歌声 方大同交唱引全场模仿被爆在音乐圈没朋友 本期节目中 因唱法独特而被称不安于世的灵魂歌手的方大同 在开始演唱之前就以爱爱爱举例 进行了方式唱法的独家教学 全场观众和才评团成员的不断模仿和尝试 也印证了方大同音乐小课堂的火热程度 但一向已创作的建长 为人低调的方大同 却在现场遭到了主持人陈欢的吐槽 说方大同在音乐圈里没有朋友 让才评团成员和现唱观众惊讶不已 但当被吐槽的理由揭晓后 没有朋友这件事却意外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同 究竟是什么理由让现场形势迅速发生反转 答案将在破莱雅异口同声第二期节目中为大家揭晓 周转雄绝望创作黄昏意外获人生转折 参与节目的另一位歌手是周转雄 他所创作的黄昏 继《寂寞杀周冷》等热门歌曲 在当年几乎占据了手机彩琳的《半壁江山》 等待对方接听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基本都是周转雄的歌声 但这首朗朗上口的黄昏 创作历程却并不容易 这首歌更是险些周转雄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首歌 当时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黄昏 背后会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它又如何让周转雄获得了意外的人生转折 动人故事将在本周六20点30分播出的 《破莱雅异口同声》中解锁 原唱歌手方大同 周转雄与磨唱歌手们的声音伪装 能否骗过才评团和现场观众的耳朵 又是哪位歌手能够获得荣耀和唱的珍贵机会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周六20点30分 浙江卫视2018开年大型音乐 《猜评推理》节目《破莱雅异口同声》 第二期 上周六 浙江卫视2018开年大型音乐 《猜评推理》《猜评推理》节目《破莱雅异口同声》 首期播出便引发热议 《猜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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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才子方大同现场交唱《爱爱爱》 却与主持人陈欢吐槽在音乐圈没朋友 周转雄自爆写《黄昏时的心路历程》 原唱歌手方大同 周传雄强势集结 协各自的磨唱歌手为观众送上美妙绝伦的歌声 方大同交唱《尹全场模仿被爆在音乐圈没朋友》 本期节目中 因唱法独特而被称不安于世的灵魂 歌手的方大同 在开始演唱之前就以《爱爱爱》举例 进行了方式唱法的独家教学 全场观众和猜评团成员的不断模仿和尝试 也印证了方大同音乐小课堂的火热程度 但一向已创作的建长 为人低调的方大同 却在现场遭到了主持人陈欢的吐槽 说方大同在音乐圈里没有朋友 让猜评团成员和现场观众惊讶不已 但当被吐槽的理由揭晓后 没有朋友这件事却意外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同 究竟是什么理由 究竟是什么理由让现场形势迅速发生反转 答案将在破莱雅一口同声第二期节目中为大家揭晓 周转雄绝望创作黄昏意外获人生转折 参与节目的另一位歌手是周转雄 他所创作的黄昏 继《寂寞沙周冷》等热门歌曲 在当年几乎占据了手机彩铃的《半壁江山》 等待对方接听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基本都是周转雄的歌声 但这首朗朗上口的黄昏 创作历程却并不容易 这首歌更是险些周转雄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首歌 当时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黄昏 背后会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它又如何让周转雄获得了意外的人生转折 动人故事将在本周六二十点三十分播出的 破莱雅一口同声中解锁 原唱歌手方大同 周转雄与磨唱歌手们的声音伪装 能否骗过才评团和现场观众的耳朵 又是哪位歌手能够获得荣耀和唱的珍贵机会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周六二十点三十分 浙江卫视2018开年大型音乐 猜评推理节目破莱雅一口同声第二期